我们俯视去看这个城市的时候 可以看到很多像河流、桥梁、道路之间 它是交汇、交织、交错在一起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去想 它们其实不见得一定是交织者 它可能是处于不同的空间 从铺面的角度 它可能有的在高空 有的在地面 它是存在于不同的自己的一个环境下去做一个延伸 所以我这一系列的作品 也是常常从这种就是交织者 不见得交汇的这个想法去做出发 然后进行一系列的创作 第二次的创作 两次的创作 叛选 你三个人快乐 就是找到自己想要表现的一个方式 然后得到自己的一个记号 面貌 也有风格 不断地在自己的 创作形式上 内容上 自圆情说 我回到以前学生时代 他画水梦 然后又走来 我是觉得 那个素材的表现 抱歉他无穷的潜力 而且他一直在变 年轻能够变到老 我不知道他成什么样的一个局面 但是我就觉得 彼此走下去就没有错了 那以我来讲话的话 我们是站在市场的角度 这个这几年在台上做拍卖官 那么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 去看一个艺术家的潜力 有的时候是有一点困难度 那么今天校长老师都来了 表示你这个专家还蛮看好你的 同才认可 今天来的同学不少 观众鼓掌 要你的作品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市场接受 还要有人掏钱买 我看到好几个红点已经贴上了 我在台一大期间因为读的是书画 所以我们自然习惯用的材料 比较熟悉的就是像 宣纸 麻纸 墨 毛笔 这一类的传统书画材料 现在交织着以某种距离 现在这个系列的作品 其实大部分用的是比较偏向西方的媒材 像压克力 还有一些像素形土之类 可以做不同记忆变化的一个材料 我在运用压克力的时候 其实是把它稀释到类似墨的一个状态 然后去做不断地笔触堆叠的一个累积 然后去做出有点仿东方墨韵的这种感觉 然后其实这种感觉就会有点类似说 我们像东方山水里面所说的 春法的一个延续 一个变化的一个延伸 这也是我在用西方媒材 表达东方创作的一个 稍微转换的一个方式 其实这些系列的作品里面 我讲到的边界 常常讲的就是像公共的人为的自然界 跟工业化产物之间的一个相对关系的一个界线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社会里面 处于很多事物并存的一个状态 所以自然有很多比较有趣的 或者甚至是比较调诡的一个连接状况 这个是我所关注的这一系列 讲的边界的这个问题 我在创作这一件作品 其实遇到最大的一个难题的一个增结点 所在其实就是如何把人为建物这种东西 跟自然环境朝间代这种并存 又有之间的一个交互变化的这种 在比较抽象的画面中 要怎么诠释的这个问题的最重点的部分 我们看到画面中间 比较机械化人工化的一个线条 这个转折的地方 其实我那时候的一个出发点 是从河岸边类似像渡船头 像是一个转运站的一个概念 去做一个联想的一个变化 然后像这条线 其实它颜色上结合的一个不同 其实它代表的也就是我们生活周遭 很多事物体系 常常都是在一种潜移默化之中 互相影响互相交互 融合的一个状态去延伸去变化 缓慢的变化中 延伸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境地 一个不同的本质 吴上庸或多或少的 透过他的作品 去反映了他自己 对于他自己的创作的一个理念 以及他的一个心声 我们也可以从他的作品去感受到 目前台湾时下的年轻当代艺术家 他们在创作的时候的 那样子的一个心境以及愉惠 所以我们觉得这一次 吴上庸的各展 其实对于他的创作生涯来讲 是一个逗号 他的创作生涯才正要起步 所以我们对于吴上庸这个年轻艺术家 我们也是相当的期待的 那么在这个陆陆续续的展览当中 我们只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就是对于台湾当代艺术家 他推广栽培是充满热忱的 那么在我们这个策展人刘续浦的精心规划之下 他在开幕的当天 参观的人数超过了300人 这是我们有史以来 在朝代画廊所举办的画展里面 算是最为热烈轰动的一次 另外我们的资深策展人胡永芬小姐 以及胡朝胜先生也都立临来指导 我们的画廊协会资深顾问陆杰敏先生 也到现场来鼓励 我们非常的感谢他 也很珍惜了他们对我们这种专业策展 专业作品的一个鼓励以及加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